美好的过去真的回不去了吗 先前德国总理萧茲才造访中国 没想到德国也好像看清了中国了吗 传出对中国的政策草案出现了逆转 发生什么事等等告诉大家 那么最近APEC峰会登场 美国总统拜登没有到场 习近平倒是非常积极地展现 他的外交的手腕 虽然没有美国老大哥在 但是拜登就派出了副总统贺锦丽 出访菲律宾 而且直登战略小岛巴拉旺 逼近中国的南海 外界才这会不会触怒中国呢 那么习近平他17号 抵达到泰国曼谷参加APEC峰会 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还有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世 以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那么大家就好奇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在谈什么呢 他在跟小马可世会谈的时候 习近平提到他要持续的深化一带一路 以及提到海南的议题 他意味深长的说 只要海上关系保持稳定 中非关系大局就会稳定 当然啦外界很关心的 还有日本的态度 毕竟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说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习近平其实在跟岸田文雄会谈的时候 就直接点名说台湾的问题需要妥善的处理 习近平就说不接受任何的借口来干涉中国的内政 而且强调说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依旧是没有产生任何变化 那么习近平呢 在跟李显荣会面当中 他也强调双方要反对集团政治 而且要抵制阵营的对抗 他还说要维护经济以及区域一体化的正确方向 坚决反对搞这个脱钩锻炼 或者是小院高墙 看此来习近平希望可以好好拉拢亚太地区的国家 不想要给西方国家有趁虚而入的机会 那么习近平甚至还说亚太地区不是谁的后花园 更不应该成为大国的角力战场 其实有人说APEC峰会是要让大国可以频频拉升量的国际舞台 那这一次拜登跟普丁其实都缺席 这让习近平意外的独领风骚 那习近平的外交派对其实在G20的时候 他就开始秀出了外交能力 他是积极的在密会有11个国家的领袖 而且举行了双边会谈 希望可以摆脱一些国际的孤立感 那到了APEC好不容易美国没有来 中国也想要展现一下这个外交舞台的企图心 那么就根据外媒报道说 习近平他还想要分化欧洲寄出筹码 比如说他就跟荷莱说我要买你们家的这个光刻机 那光刻机其实就是制作晶圆的重要设备 那他也跟西班牙领导人会谈时提到说 中国是西班牙的观光火车头 所以他呼吁说双方要推动一些文化还有观光的合作 那法国总统马克宏先前想要推进法中商业合作 尤其是在航空以及核能的产业上 习近平也根据了需求拿出不同的筹码 那中国虽然试图要拉拢欧洲跟亚太国家 可是美国其实没有坐以待毙 拜登虽然没有出席APEC 但他派出了副总统贺锦丽来出访菲律宾 菲律宾是一个非常具有重要的战略国家 21号贺锦丽他会先拜会杜特帝他的女儿 22号就跟总统小马克室来碰面 他们要一起前往到巴拉旺 这个是美国造访菲律宾官员里面 有许来最大咖的高阶人员 那为什么要选要去巴拉旺这个地方呢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理位置 巴拉旺它西面就是南海了 也是离美军基地非常近的地方 贺锦丽还可能会登上菲律宾的巡逻舰 来听取一下简报 不过这很有可能会触怒中国 那么菲律宾的国防发言人他就说 在他看来其实也不会啦 不会触怒到中国 因为常常有美国的政要来访 他不会觉得这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但是贺锦丽亲自来菲律宾 还到距离南海最近的地方 也就是说明这南海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美军长年在菲律宾是设有军事资源的嘛 那那里也有所谓美军设施跟第一岛上的其他的美军资源 都是解放军他们所攻击的一些潜在目标 当然还有所谓的船运嘛 这个船运的部分 其实每年就是通过南海贸易 而高达五兆美元以及石油等等天然资源 所以其实美方也不敢大意 不过为了要遏止中国 他持续扩张 美军其实明年他们就预计要投入了大概多少呢 六千多万的美元 他们要在马尼拉的北方 还有旅宋岛中部以及明达纳尔岛来加强这个国防的合作协议 还要新建空军基地 另外还要求菲律宾要开放五个基地来提供美军使用 那当然菲律宾当局是没有同意了 那大家就在想 菲律宾为什么要答应提供基地给美国使用呢 其实中国的渔民他们不断的亲门踏户 他们非法的滥博 于是就跟菲律宾发生一些冲突 那菲律宾两年来 他们不断使用外交来抗议 405次都没有得到中国正面答复 所以菲律宾不是很开心 跟中国的关系当然不是那么好 那么菲律宾驻美大使也提到台湾有序 当然东协也是躲不过的啦 那看来亚洲国家官员都知道 一旦台海关系紧张 那样亚太每个国家绝对都会受到影响 17号下午 国家主席 山川白衣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7号在泰国曼谷会面 习近平表示 北京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中非关系 所谓的战略 当然不能不提争议的南海问题 在南海问题上 双方要坚持友好协商 妥处分歧争议 中非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 要坚持战略自主 坚持和平开放包容 把握地区合作大方向 合力抵御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 习近平强调 只要海上关系保持稳定 中非关系大局就会稳定 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就会更上一层楼 但小马可氏的主张却和习近平有点出入 我历来主张 不能让海上问题定义整个非中关系 双方可就此进一步加强沟通 非方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坚持和平原则 坚持独立自主外交 不会选边站队 菲律宾上周才宣布 小马可氏受习近平邀请 将与明年1月赴中国国事访问 两国关系看似融洽 但专家分析小马可氏 与前总统杜特地的亲中政策带有差别 他主张当所有人的朋友 从他上任的首场国情资文 就能看见非国秉持与外国的友好政策 因此与这个国家的关系也要同步推进 对着镜头露出微笑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代替拜登 出席在曼谷登场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下一站就是要去菲律宾 贺锦丽二十号晚间抵达马尼拉 二十一号将会见副总统萨拉杜特地 并与小马可氏举行双边会谈 预料将谈论这个议题 罗姆德斯先前曾表示 若台海发生战争 同样位处太平洋第一岛链的菲律宾 将无法倖免 因此非国希望在美中和平共处状态下 发挥作用 除了是访飞的最高阶美方官员 贺锦丽还要造访巴拉旺岛 并且登上南海巡逻舰 听取菲律宾海巡队简报 巴拉旺岛虽然是菲律宾领土 但临近距主权争议的南沙群岛 恐怕会挑动北京的敏感神经 近期美方在飞国的动作频频 十月中大动作举行联合军演 现在又宣布将斥资超过台币二十亿元 在三个飞国军事基地新建设施 媒体分析指出 菲律宾如今明确表态 愿意扩大美军使用国内基地数量 意味着继续深化双边关系 毕竟身处中美两个大国之间 菲律宾现在两边都不想得罪 只想在其中取得利益最大化 三立新闻夜里为报导 那么美国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角力 其实很多国家都感受到了 像是德国总统史坦麦尔 似乎就得到了教训觉醒了 他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其实足以证明说 贸易上面不保持政治可以越走越近 那西方国家有必要从过去 跟俄国往来的经验来寄取教训 减少对中国的一些依赖 不能照他的游戏规则来走 会这么有感 是因为2021年中国跟德国的贸易总额 是2450亿欧元 比前一年成长15% 所以大家就怕中国会用贸易深化 跟欧洲之间的关联 用经济来钳制国家之间的邦交 可是先前这个德国总理 肖子他才造访中国拜会习近平 那么大家就好识 中德关系会如何发展 可是有媒体就曝光了 德国政府对中国政策的草案 在投资上面 德国政府要为福斯汽车公司 在内的富华投资企业提供担保 而且外交部建议未来投资的担保 每个公司在每个国家的上限 就是30亿欧元 而军武上面 德国的出口武器 不可以用在于侵犯人权的部分 两岸上 中国跟俄罗斯其实也越走越近 德国要深化挺台湾 参与国际事务 比如说挺台湾加入WHA等等 不过虽然是这样说 可是德国在今年的九月 招标购买60架无人机 用要发生在这个自然灾害上面 来勘灾 搜寻失踪人员 可是这份招标文件中 指定要求购买的67架的大疆无人机 是出自于中国 此外他们还需要配套扩展性的培训 其实中国企业大疆无人机 他的事战就占了全球高达七成 那今年十月被美国列为企业黑名单 那你说中国跟德国彼此之间的贸易 真的可以断了吗 除了德国买中国无人机之外 中国的家电龙头百分百 其实买下德国机器人公司叫做库卡 那库卡是全球最大的机械手臂制造商之一 其实也看得出来中国想要往人工智慧的领域 无限发展来扩展产业 不只从经济面着手 就连英国情报头子都认为 有感受到中国的威胁了 这个话怎么说呢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 其实欧洲就已经驱逐了四百名的俄国间谍 并拒绝一百多名疑似以外交官身份 做掩护的俄国间谍签证的申请 甚至英国情报头子还说 中国当局正在放长线钓大鱼 来吸收英国的国会议员 而且还恫吓国外的中国籍议人士 说要把他们遣送回国 那还有再点名伊朗 说是最常跨越到恐怖主义的国家 对于政敌会采取鲁莽的诱补方式 那么中国俄罗斯跟伊朗这三个国家 对英国来说是具有非常安全上的威胁 情报头子接着就比喻 以运动比赛来比喻 他说这个俄罗斯跟中国之间不同的地方 是俄罗斯会架拐子 而且会经常用作弊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但是中国会试图来改写所谓的比赛规则 收买或者是招揽教练为他们工作 那么中国官员就用这种方式真的出事了 中国国家安全部副处长徐延军 就是这个人 他就收买了奇异公司的员工 提供了系统的机密 然后还有他做一些招募法国引擎商 来引诱内部来植入了木马城市 那2018年在比利时就被逮捕了 后来还被引渡到美国 是首名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的中共情报人员 最后呢 他是被判刑了二十年左右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中国确实已经产生威胁 国际上的角力战也一触即发 十一月初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萧姿 不只出访一马当仙 还带上了豪华代表团 堪称访中诚意满满 但中国和德国关系 真的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乐观吗 德国总统史坦迈尔十六号 在纽约一场典礼上表示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证明 贸易不保证政治上能越走越近 因此西方国家有必要从过去 与俄国往来的经验汲取教训 减少对中国的片面依赖 他批评中国不仅对内威权 打压旗舰 对外在南太平洋地区 有霸权主张 在贸易上还追求一种 巨威胁性的理念 让中国无需依赖世界 但世界却对中国更加依赖 西方对此必须有所回应 不愿意也不能遵循 这样的游戏规则 德国经济部长就多次表示 对中态度不能太天真 而德国媒体近日披露一份 由外交部起草 长达五十九页的中国战略机密文件 人权渴望成为德国对中关系的核心 草案中还批评北京对俄罗斯的友好 指中俄两国越走越近 因此未来与中国的合作 将取决于北京如何处理对俄关系 此外草案也批评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唯有和平且双方都同意 才能改变台海现状 并打算深化与台湾的关系 不只德国调整对中政策 英国也要正视中国的威胁 英国对内情报机关军情武处处长 十六号发表演说 指英国面临来自敌对国家 和恐怖组织的主要威胁 除了俄国试图以各种手段 干预英国的民主活动 另一大威胁就是中国 他认为中国是更长期的问题 还用运动比赛来比喻 指俄国不怕正面冲突 也常用作弊手段来达到目的 而北京当局才不管比赛规则 不只情报头子隔空杠上中国 现在连英国首相也触怒北京 苏纳克出席居团提前明确表态 中国若武力侵台英国会做好准备 言论一出原本睽違五年的中英领袖会晤 就因行程安排被取消 不免让外界有诸多联想 中国战狼异常低调 恐怕遇到北京的红线 也就是台湾问题 不论是哪一个国家误触 下场就是被北京当局列入黑名单 三例新闻一流报道